大家好,我是Robin 我现在呢,在国内一家手机公司的ROM开发团队 任Android的系统开发工程师 这里呢,是个人的一些介绍 从这节课开始,就由我来陪同大家 一起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底层这个课程 下面就进入我们的课程 我们第一节课呢,是我们课程的一个概述 这节课的目标就是对我们这个课程有个整体的认识 重点和难点 第一个,本课程的内容特点 第二个,是我们本课程的思路特点 这个到时候我们会讲一个学习模型 这节课的考核目标呢 就是掌握我们的学习模型是什么样的 然后它中心的部分在哪里 下面先看一下我们课程内容的特点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Android的系统架构图 我们都知道呢,Android是一个多层级的框架 从上到下,从这张图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意思是Application应用层 然后再往下Application Framework 也就是我们的应用框架层 应用框架层下面呢 会有一些Library 是我们的本地的一些库 还有我们的Android的Runtime和运行时 再往下呢,是我们的Hardware Abstraction Layer 也就是我们的硬件抽象层 硬件抽象层下面就是我们的Lews Kernel 但是呢,我们可以注意到 常见的Android的课程的一些内容呢 大部分都是在讲解Java基础 或者是讲解一下Android相关的 Activity,Intent,Service,ContentProvider,WorkhouseRecordsReceiver 这些4大组件等基本内容 还有UI组件界面开发等等的呢 其他一些话题 它们的特点我在这里总结了一下 有两个,第一个横向的 第二个APP层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们主要都是在横向的讲解 这一块的东西 那我们本课程的内容差点呢 相对定的只有两个 第一个纵向 第二个从APP到底层 本课程呢 我们会通过结合实力代码来分析Android 是怎么从APP一步一步到底层的 会把Android的系统纵向的串接起来 让大家对整个系统有个大体的用适 下面看一下我们课程思路的特点 第一 我们这个课程并不是一上来就去灌输内容 而是假设我们谁都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们大家一起去寻找一下我们选的答案 第二我们的课程呢 会按照我们所提倡的学习模型 贯穿一种学习的方法和思路 以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我们不仅可以知道答案是什么 而且能够知道怎么去寻找答案 首先看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个学习模型 这里我画了一张图 图中有两个人 第一个我们 第二个是一个老师 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呢 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我们不知道XX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老师这里有答案 答案呢就是XX是这样的 然后这时候老师把它告诉我们 最后我们就嗯知道了 我们就说我们知道了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 这个场景对应的学习的过程呢 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 老师这里有答案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 我们直接调用老师获取答案 这个模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 但是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 第一 我们XX这个东西知道了 YY呢 换成一个YY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通用性不行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答案 我们不知道如何去寻找答案 随便把XX 换成YY 就不适用了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个架构之中 因为我们是直接从老师这里获取答案 假如老师这个角色换了 或者没了 怎么办呢 我们就无从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了 之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老师有很严重的依赖 那我们就要考虑怎么去除依赖 降低我们和老师一间的偶和 下面呢 看一下我们改进之后的学习模型 在我们的架构实际中 去除依赖很常用的一个手段 就是设计一个我们自己的接口 让我们的模块呢 掉自己的接口 而不去掉他人的接口 这样就去除了对他人的依赖 同样呢 这个改进之后的学习模型和之前的模型 相比呢 就多了这么一块东西 首先 多了一个接口 怎么才能知道是什么 是什么 然后 是一个它的实现 相应的实现 是我们不知道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 然后掉一下这个接口 怎么才能知道什么什么是什么样的 然后 在这里 是这个接口的实现 就是确定我们要怎么去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然后去寻找答案 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呢 然后 也用到了答案的所在 这个答案所在呢 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老师 就达到了一个什么效果呢 就是老师变了 或者老师不在了 但是 我们 自己的这个接口没有变化 它并不影响我们获取答案的过程 只不过 可能之前 这里 答案所在是老师 我们是从老师那里获得的 现在 换成 我们自己 从网上 百度 Google 或者是从 官网上 从自己看原代码 等等等等 其他手段 去获取答案 改进之后的学习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 借助 一个图 我们看一下 这里 我画了一下 首先 我们不知道 答案是什么 这时候呢 我们就想思考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是什么 到了这个阶段 然后呢 我们就要确定 怎么去知道是什么 然后 并去寻找答案 到了这个阶段 最后呢 我们找到答案所在 就达到了 嗯 知道了 原来什么什么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们改进之后 的一个学习过程 这个模型 已经去除了我们对老师这个角色的依赖 看起来 已经貌似很完美了 但是 这样就够了吗 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时候说 对自己说 嗯知道了 但是我们是真的知道了吗 举例来说 很多朋友在学习Android开发的时候 都知道 我们在应用程序之中 要去覆盖 Uncreate Undestroy 等生命周期函数 但是 为什么呢 问一个为什么 很多人就回答不上来了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我们是 以为自己知道了 但是只是知其然 而不知其 所以然 那么 要怎么办呢 下面 看一下 我们进一步 改进之后的 学习模型 这个模型和之前的模型比 它 多了 这么一个地方 也就是 多了一个 为什么 就是问一个为什么 然后 这里是 为什么之中 问题的一些实现 最终去找到 相应的答案 并把答案 返回给 我们 按照 我们改进之后的 模型 我们的学习过程 相比刚刚 刚才 就可以是这样的 我们 我们从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然后去思考 怎么才能知道是什么 最终 确定一下我们的方法 并去寻找答案 最后 更知道答案是什么 进一步 思考 为什么是这样 思考了为什么是这样之后呢 继续寻找答案 最后达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呢 嗯 知道它原这样 确实有它的道理 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目标 我们的课程目标呢 就是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第一 从APP 到底层 都是什么样的 以及是怎么一层层下来的 第二 可以对整个系统 有个直观的认识 为以后根据个人兴趣 选择进入Android 各层开发 大家提出 第三 贯彻分享我们的学习思路 除了答案 也可以知道 如何去寻找答案 最后呢 就让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课程对象 首先 本课程适合谁 有三个问题 第一 你是否懂得C C++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是否有一定的编程语言的基础 但是不需要精通 就可以了 第二个呢 是否想对Android的整个体系架构有个整体的了解 第三 相比于答案 是否更希望有寻找答案的方法 如果这三个答案 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本课程是适合的 然后呢 看一下本课程不适合谁 同样三个问题 第一 是否对编程语言一无所知 第二 是否期望一个课程能教会你Android的方方面面 这个 因为Android本身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 涉及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这里呢 只是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 作为本课程的焦点 去找一条主线 把Android的系统 从上到下给串一下 但是它 虽然说是涉及了 从应用层框架到面出向层等等 但是它并不会包含它的方方面面 这个是事先说明一下 第三 相比 或许答案的过程 是否更倾向于直接获取答案 因为本课程 在讲答案的同时 更倾向于讲一下 怎么去获取答案这个思路 所以说 如果这三个问题 你的回答是肯定的 那么很遗憾 这个课程可能 暂时并不是你想要的 好 我们这节课 课程的概述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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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谢谢观看